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之前的2022年第四季财报显示 营售为140亿美元,同比大幅下滑32% 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最低季度收入 净亏损为6.64亿美元,同比暴跌114% 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大单季亏损 更糟的是,英特尔随后预计2023财年第一季将继续亏损 代表英特尔将面临30年来首次连续两个季度亏损 这也推动了英特尔进一步收身 另外英特尔其实早在公布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时 就宣布了成本削减及效率提升计划 预计到2025年最多削减100亿美元的运营成本 随后,英特尔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削减计划 暂停以色列和美国俄勒冈州希尔斯伯勒研发中心 停止网络和边缘业务NEX投资 拆分加速运算和汇图部门AXG 延后美国和德国金元厂兴建计划等 此外,英特尔还计划将与笔电业务相关的 5G数据机技术转让给 联发科和广合通交易预计在5月底前完成 英特尔将在7月底前彻底退出5G数据机市场 据海外媒体报道 英特尔已决定将旗下负责设计规划四伏器整机业务的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事业部DSG裁撤 并将其出售给了MITAC台湾神达电脑 但四伏器处理器Ziang系列仍是独立部门 不会受影响 另外,目前英特尔的四伏器整机业务占比并不高 即使出售,对整体业务影响也不大 神达表示,与英特尔合作多年 选择接手代表英特尔认可神达品质与能力 据悉,神达会在7月接手英特尔四伏器整机业务 英特尔也保证业务平稳转移 但总交易金额并未对外透露 神达表示,此次业务移转不会大幅提高资本支出 并可接手英特尔既有客户 旗下四伏器品牌泰安 亦可建构完整的销售管道 售后服务的经验 预期此次业务转移对营运是正向助力 海外媒体指出 英特尔、南迪戴尔、惠普、联想、浪潮等品牌厂 因此决定砍掉非核心业务DSG部门 完全退出四伏器整机业务 并保证全面转移至神达 业界认为,此次合作对于双方都有正面注意 业务移转后,对英特尔来说可继一步受身 对神达来说能够直接面对原英特尔客户 预期神达企业型客户将小幅度地成长 成长幅度要看后续业务接手 谈点后才会比较明朗 此外,神达从原本帮英特尔做ODM 变成可直接面对客户 在产品报价上有利 预期对神达业绩将有正面贡献 目前,四伏器业务占神达营收比重达八成 现有客户群中,占比最大的是数据中心和品牌客户 产品涵盖美国、中国等主要市场 出货来说以北美为主 不过市场研究及调查机构Counterpoint的 全球四伏器营收报告指出 神达是所有供应商中规模最小的 2021年四伏器业务营收仅7500万美元 远低于维影、广达和鸿海等 其中,鸿海四伏器业务2021年 营收约120亿美元 技术方面,因为目前各家四伏器厂客户群不同 从半成品的Level 6 直至满足整机组装出货的Level 11-12 主要还是看客户需求 且神达过去就帮英特尔做ODM服务 已转过来的产品 也是过去神达提供设计制造组装的产品 因此在技术的提升或与竞争对手拉近差距的效益不显著 至于此次业务转移费用 据悉,英特尔目前的公开声明并未披露相关内容 神达不予回应合作细节 但强调,并不会因为此次的业务承接 而造成支出费用大增 公司将利用既有资源、经验 让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里 不会产生支出大幅增加的状况 英特尔发言人指出 英特尔持续努力优先投资IDM2.0战略 因此做出退出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事业的艰难决定 当然,英特尔四伏企业务受到AMD影响着实不小 也是另外一个主因 据海外媒体TOMS Hardware报道 处理器大厂AMD预计将在2024年 推出下一世代3.5处理器微架构 今年第一季也已正式展开全新3.6核心架构开发 虽然目前无法在AMD官方产品路线图上 找到3.6的身影 AMD仅透露了3.5计划 2022年6月 AMD公布的最新路线图显示 其预计将在2024年推出3.5 因此3.6可能要到2025年 甚至更晚才能进入市场 此前AMD高阶晶片设计的一名工程师 在LinkedIn的简历中意外披露了3.6的讯息 也许是发现披露了不该披露的讯息 该内容被很快删除 但是相关讯息还是泄露了 AMD36内核的内部代号是Morpheus 3.6晶片将采用2奈米制造工艺 目前台积电跟三星两家 都希望在2025年前准备好2奈米工艺 该工程师负负责的特定任务 则是至少三个核心IP的电源管理专案 他从2020年3月至12月参与了5奈米Zen4电源专案工作 在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 参与了3奈米Zen54伏器处理器的电源专案工作 今年1月开始进行Zen64伏器处理器的电源管理专案工作 晶片工艺为2奈米 此外 这位工程师还完整披露了Zen架构核心的内部开发代号 AMD32为7奈米的Valhalla AMD33为7奈米的Cerberus AMD34为5奈米的Persephone AMD35为3奈米的Nirvana AMD36为2奈米的Morpheus 目前这个最新透露出的 研发代号为Morpheus的Zen6核心架构的开发计划 已在今年1月正式启动 工商时报报道则指出 AMD的2奈米处理器最快2025年下半年就会进入头片阶段 也说明台积电2奈米建厂及量产失程并没有太大变动 AMD将继苹果及英特尔之后成为2奈米重疗客户 2奈米将采用全新的奈米片NinoSheet 环绕炸集电晶体GAA-FET架构 首度采用高速直孔静基磁外光 HighNAUV微影技术 相较于3奈米的N3E制程 在相同功率下速度提升10%至15% 或在相同速度下功率降低25%至30% 此外 AMD研发代号为Nirvana的Zen5核心架构正在研发阶段 预计会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 CPU推出时间预计会在2024年下半年 据悉 台积电共将在台湾兴建6座2奈米晶圆场 其中在竹科宝山27兴建的2奈米超大型晶圆场520 将会兴建P1至P4共4座晶圆场 台积电证争取中科台中园区 扩建27开发计划的建场用地 将会再兴建两座2奈米晶圆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